各位好朋友來參加第十一屆的台南藝術博覽會 同時在同一個時間前後 我們也舉辦了第十一屆的台南新藝獎 那新藝獎感覺起來就是比較年輕少壯的藝術獎 其實我覺得不是用年紀來劃分新藝獎跟其他的獎項 應該可能是很多在從事藝術的資歷 我也看過其實有一些藝術家他是五十歲 甚至年紀更長一點才開始從事藝術創作 那我也鼓勵他們去參加新藝獎 因為他們對於藝術創作所帶來的新的想法 往往跟許多我們前輩藝術家 他的想法有一些相同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長期以來台南藝術博覽會一直是叫好又叫做 不僅是他的藝術的成分以及品質非常高 同時也深過台南市許許多多企業界也好 或是市民朋友們的一個愛好 所以剛剛理事長說做新會成功 所以一直辦下去社會是現實的 但是我覺得其實不僅是這個叫好又叫做 就像我們台南市美術館一樣 去年辦了這個亞洲地獄幽魂 人家俗稱僵師展 那不叫僵師展 其實不是僵師展 但是事實上就吸引了許許多多好朋友的關注 與來自全國各地的好朋友的一個支持 所以我相信在這樣子的一個方針下 在400年歷史的台南一年 我們就要進入台南400 所以說在這個台灣第一個城市 也是台灣最古老的城市 有許多新的創意 在藝術潮流上能夠引力這個新的方向 這點非常感謝華文協會 也謝謝所有各位管機合作的夥伴 大家一起來支持 祝福我們第十一屆的這個藝術博覽會圓滿 也希望更創心願 再創新高峰 祝福大家 謝謝